师父啊 最后一个问题是帮同修解个梦 师父 同修梦到医生对他说 你有结肠穿孔需要做手术 然后呢医生给同修看身体里面的结肠 然后同修就醒了 就下醒了 就是请师父解梦这是什么意思 肠胃出毛病 肠胃啊 真的会出毛病 还没穿孔马上要穿孔了 还没穿孔马上要穿孔 那师父应该怎么做呢师父 第一吃素 第二吃东西不要称得太饱 很多人的肠胃 并不是像每个人肠胃一样 都能称得贼饱的 很多人一称胃就痛了 他的肠胃的这个面壁啊 就是那个表面层啊特别薄 很容易蹦一下爆掉的 你看那个吹气泡泡的 对不对啊 有的气泡泡特别好 有的气泡泡不是很厚吗 吹得大 有的很薄的 好了 你就蹦吹 就容易蹦了 是是是 明白了师父 你就是说叫他就是说 他这位同修呢 现在已经是吃全素 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然后呢上次师父帮 帮助他看毒疼 就说他背里头就跟讲草了一样 他这这位同修他做的梦境 就是他是不是了 你看 对啊师父 这肺早点晚点出问题了 他的胃哈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那就叫他就是说多多保护 然后呢就是说吃全素 然后呢 但是梦中师父说 他医生叫他做手术 他需不需要做手术啊师父 那就以后 哦 那以后 现在提醒他 发出来之后 如果他不好 在现在知道了还不好 马上吃全素 马上改毛病 那以后这医生叫他做手术 这真的了 哦 现在是提早提醒他 好了 嗯 明白了师父 那师父啊 是不是就是说还不 还要加上就是说 不要执着 不要生气啊 那肯定的 嗯 执着身体 肺都气炸了 他的肺都长吵了 生气们肺都气炸了 嗯 是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感恩师父开始